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跟我们的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现在我们欢迎戴老师 谢谢大家 其实我和你们有很多共同的背景 因为我是工科学生出身 那么这么多年以来 就自从我1982年开始做记者 就是东采访西采访 就采访那时候你想想报社就会派我去采访这个那个 然后我就接触到了很多人 那么在谈起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怎么他们说的和我教科书上读的 和我文章上读的都不一样 于是我就开始就是等于 就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开始探求历史上的事情 那时候在大陆我们把它叫做历史记实 现在就是有一个后来到了国际上 他们就给了我一个title 就是他更确切一点叫做 Historic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这里面就强调了调查 强调了调查 那么在香港刚刚前一段出了我的一本书 就叫做历史调查报告 那么在这个历史调查报告里面呢 因为他的主人公是所谓的和平解放 就是毛泽东说过的和平解放 张先生第一公 就是那个张先生 张东孙是燕京大学 哲学系教授 系主任 那么后来呢 就是有了一个张东孙冤案 因为有了这个人呢 所以呢就是 就里边呢就是这个和平 北平和平解放 到底怎么实现的 就让我们就当然了 就是深入地去调查了 那么没想到呢 这个题目呢和今天的形势 本来是一个历史调查 讲的是历史故事 没想到呢和今天的形势非常窃提 如果大家呢注意观察北京的动向 那么就会发现 现在呢就这个北平和平解放 变得非常热 那本来应该说 三十年大庆 五十年大庆 它应该更热 可是为什么六十年大庆很热 在五十年大庆没有做的事情 现在北京正在做 比如第一件事 比如有一件事情 就是那正阳门 对那个市民开放 然后市民都可以到正阳门去 这个正阳门呢就是 就是你们看 这个不是毛泽东进北京 而是那个结交 军部队结交之后呢 刚一进来 就是也是在1949年2月的时候 他们所有的人 是站在正阳门上 所谓的迎接北平和平解放的 再有一个呢就是 不但有各种各样的文章 杂志报刊都在发表新的文章 那么北京的那个 原来的北京图书馆 现在叫国家图书馆 它已经发出了通告 很快呢就有连续四次 连续四场大的讲座 讲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 那么好了 那么对不对 于是呢正好 那个当局可以讲 那么像我们这个通过独立的记者 调查出来的 给出来的这个北平的和平解放 是怎么实现的 比如说我这个讲话 是没有可能在北京讲的 也没有可能在中国发表 但是呢就是它 既然你就讲 那么我们比如说网上啊 或者什么给我们一个机会 就看看有没有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侧面来看这件重大的事情 那么于是当然 所有的事情就是大家知道 真理越编越明 你们学校呢 作为工科的 理工科的学校 开了这么一个讲座 我觉得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因为呢 不但就说这个 从二十世纪的后半夜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 是一个翻天覆地 就是很多最根本的概念 在这碰撞起来 同时呢 就是这又是一个被掩盖着的历史 就给你们很多很多东西 那么他们的真实性 可信性和 如果不真实 那他到底要干嘛 到底要说明什么 所以又是 又是在这个里边了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 就是这个讲座 开得实在是太好了 我听你们的老师告诉我呢 前面也来了很多人 像沈志华呀 甚至于高华呀什么的 都到这来讲过 那么我觉得 你们要调动你们的 自己的那个能力 因为我们每人讲 自己最拿手的这 对吧 做过调查的这一段 可能有的先讲 有的后讲 对不对 那么你们最后 在自己的脑子里 在自己的甚至于 网页block里面 把它支撑一个 一个就是尽量真实 没有 历史没有百分之百的真实 那么尽量真实的一个图像 并且呢 特别是 如果说有这个图像 还有那个图像 还有另外一个图像 都是有意 人为的做出来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要 要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呢 这个就算几句开场白 就是我特别佩服你们 如果你们有 现在呢 你们有了这个机会 也特别羡慕你们 那么我就把我呢 对这件事情的调查呢 就贡献给大家 然后咱们讨论 贡你们比较 然后咱们讨论 这个北平和 说起北平和平解放吧 最要讲的就是一件 中国人真是心疼啊 真是又丢人 又心疼的这么一件事 就是在全世界 就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之后 包括德国 包括日本 都在就是努力地 恢复自己的国家 恢复自己这个生气 这个能够继续往前活下去的生气 唯独中国 又那么狠狠地打了四年 这四年呢 就是就它的损失来讲 一点不比八年的抗人战争小 当然了你们会找到一些更具体的数字 我今天没有不给这个具体数字 但是呢 这是就是从物质损失 从这个人的生命的损失 是非常惨的一件事 另外一个 其实我们看起来更惨的 就是那么在这个1949年 也就是和北平和平解放 和整个中国 共产党拿下了中国以后 建立了一个就是红色政权 这个红色政权 在接着的日子里 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已经有很多人来讲了 那个老杨也来讲过了 是吧 墓碑 对 你们也都知道了 那么接着就是 接着的就是 正反 素反 无反 三反我不说 三反假装是 不说假装 三反就算作是共产党内部的那个什么 无反 然后呢 接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批判电影 然后反右 反右倾 文革 一直这么一系列的灾难 一系列灾难 损失的 有物质上的财富 损失的 我觉得最可怕的 损失 有个体 个体的生命 最可怕的 就损失的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传统 现在中国固然 因为我是做环境的 中国的资源和环境 已经是面临着枯竭 面临着岌岌可畏 非常危险的状态 但是 就是 中国人的那种 道德 那种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们 我不说这个普世价值 我只说中国传统的那些道德 又有多少 依然存在在中国一代一代 包括到小孩子 他们的心里 而且能够化为他们将来的行动 这是 这个都不是说 就是一天就变成这样的 这个是从 北平和平解放 就开始了 那么我们说到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呢 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 现在呢 在北京 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都是说 这个 对 这是我前两天 刚刚想到的 就是 这个2009年啊 当局是有点担心 当局是非常不舒服 北京的啊 为什么呢 就是周年太多了 这个马上碰上的 就是西藏 对吧 西藏的所谓的和平解放 镇压 对 就是第二次 不是和平解放了 就是判 叫做镇压叛乱 然后呢 到了六月 就是 天安门 六四 然后接着呢 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周年 中间还有五四 就是五四的九 九十周年 因为五四也是革命精神嘛 对吧 这么多事情 天天 他们很担心 我现在观察他们啊 我觉得呢 他们就是把那个 西藏那个知道的也少 特别是知道细节也比较少 就咱们先放一放 不客户 先不讲啊 那么这个 这个1919呢 有点远了 而且他已经把它固定成 科学与民主 其实远不是这个问题啊 但是他这么多年 已经固定成科学与民主了 好 也放一放 那么现在呢 最马上要面临的 就是这个六四 这个六四呢 那么 那么 那么香港人 香港人 我一句话都不说 甚至于 我就拿起蜡烛来往那一坐 然后呢 整个那个民心啊 他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应该说呢 二十年过去了 当局他的从 从镇压暴乱 到什么动乱 到什么事件 到什么 他一步一步地在退 到了连李鹏 写的这个六四日记 都不可以发表 他在退 他在退 并不意味着 事就完了 所以我 我自己体会啊 我自己体会 那么 因为他也没跟我商量 对吧 我自己体会 就是说 他们现在在北京 把这个北平和平解放 把它放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放到了超过五十周年 三十周年的位置 是因为他想用一个大的庆典 用一个大的概念 大的概念 来把这个六四 这个声音给他 给他压下去 不能完全压下去吗 给他呢 让他变得淡薄了 那么这个北平和平解放 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 你看 你看那个 那个照片 那个街交是吧 有过争论 说这真的假的 说是你摆拍的 那什么什么 不是 这是一幅真照片 那么于是呢 就说呢 副作义 副作义 声名大义 声名大义 毛泽东胸怀宽大 于是呢 北平就是和平 没有死人 没有那个什么 所有的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古 非常珍贵的 古宫殿 最重要的建筑物 都保下来了 而且呢 立刻就供殿了 然后什么什么 就是人民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 威武之师 仁义之师 没发一枪 和平占领了北平 那么副作义这种人 他现在大家也不知道 副作义有多少委屈 有多少 曾经有过其他的思虑 那么副作义 就为了民族 为了平民百姓 北平 我不要了 交给你 都想要造成这样的一个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说说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怎么想的 周恩来怎么想的 副作义怎么想的 最后结果怎么样 就是今天大致讲的 就是这个主题 行吗 还可以 那么好了 那么如果要是讲这个呢 我觉得咱们应该呀 先讲讲 就是内战怎么打起来的 好好的 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 那么毛泽东 马上 蒋介石 立刻 那个他是8月9号 8月10号 什么12号 什么几号 就邀请毛泽东 到重庆去谈判 然后最后 你想想 他从来没把毛泽东 当做平等的对手 这时候呢 把他当做平等对手 签了一个双十协议 对不对 双十协议 接着后面呢 就是开了 接着就开了这个新政协 然后实现了一个 大家记住这个字 记住这个日子 1946年1月13号 实现了停火 什么叫停火呀 停火呀 就是日本一宣布投降 所有的人就扑到前面 去抢地方 抢东西 抢 然后呢 谁抢到多少算多少 抢到1月13号 谁也别抢了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 以后他们一再强调 平火的日子是1月13号 在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呢 当时共产党的心多大呀 是吧 一投降了 马上说上海 提 然后占领大城市 什么什么的 后来发现那个局势不对 全世界就说 那个整个世界 要对这个局面 要控制起来 那时候说 不要打内战 哪方面都不对 所以那个上海起义 还有什么河北 什么北京 什么好几个起义 你们现在要读那个史料 读到那偏僻的 都能读到的时候 你们就发现 那个时候谁都想全战 谁都想全战 可是呢 国民政府 也就是蒋介石的兵力 是在远远的南方 远远南方 掉不过来 然后这共产党 都占了大片的 主要是华北 华北 那个时候呢 东北呢 东北呢 是大家记不记得 大家记不记得 宋子文赶快跑去签协议 中苏友好 什么协定 干嘛呀 他急什么呀 他要苏联保证 把所有的东西 连土地带东西 连那个就是等于移交 交给国民政府 而不能交给共产党 你们两个是那个红色小兄弟 不行 那不行 一定要交给国民政府 那么大家知道吧 代价 没有了 外蒙古 外蒙古没有了 成独立的共和国了 都在抢 都在抢 后来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1946年 政协就开了 政协 我们纵观 一直 甚至于把台湾 现在的历史都包括进来 今天中国共产党 这历史都包括进来 那么 真正的中国 中国的政治家们 政客们 比较负合国际准则 比较有工心 比较为平民着想 而且呢 就是真是 各种的水准都比较高 比如说法治 比如说这个普世原则 什么都比较高 就是这次政协 就是这次政协 政协呢 这是国民党 共产党 还有几个党 一共才38个人 大家在一起开 还有那个 那个著名人士什么的 开完以后呢 有一个政协协议 这个开完了 开完了以后呢 本来下面就该 就该 那么我们 开完会就该执行了 对吧 当时的国民政府来执行 国民政府执行的就有国府 这国府 国府委员 哪边几个人 哪边几个人 那么国府委员里有一条 就是说 如果三分之二的人 没有同意 是可以否决你的最高 比如说总统 他的决议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共产党和民盟的人 和民盟的人 要占到了三分之二 蒋介石 他想干嘛 他就干不了了 就为了这么一席 蒋介石不给 不给他们14席 就13席 那边就拼命要14席 啪 就崩了 就崩了 崩了以后呢 接着就到了 就是一直往前走 就到了一个 叫做进攻张家口 那时候共产党就决定 我要打了 我要打了 于是呢 哦 我说错了 国民党拿下张家口 因为张家口是在那个 抗战战争一结束 日本一投降 共产党拿到了 然后国民党把张家口 拿回来了 为什么 这个时候他把兵给调过来了 兵调过来了 下面就开始打了 在这个 他们开始打之前呢 大家都说 内战谁打的呀 都以为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打的 实际上呢 内战 现在我们已经有充足的资料证明 就是美国和苏联打的 就是冷战的一部分 就是一边 共产党后面站个苏联 这个国民党背后站着个美国 就这么打起来的 但是你这个宋子文上来就签了中苏友好协议 你苏联怎么跑共产党背后来了 对吧 这个里面呢 就又涉及到了一个叫做 大家知不知道 听过没有 叫做较长口的抗议 苏联军队在东北是纪律坏到 不能再坏 那么一直就压着不说 它是友好国家 压着不说 可是呢 它不仅仅军纪那么坏 它呢 它太贪了 它老要东西 它先是 它没有想到 日本满洲国经营这个东北经营的那么好 然后呢 它说哎呦 不行 这工厂我也得要 这矿山我也得要 这铁路 特别是铁路我得要 什么它都要 然后就逼着国民政府的代表 当时呢 是张家森和蒋经国 就签 你赶快签 赶快签 这个同意 铁路什么都要 那么这国民政府已经跟你签了友好协议了 蒙古都隔了 对不对 就不愿意签这个 然后呢 就 及时就僵在这了 僵在这呢 这个时候政协开完了 政协开完了以后呢 实际上呢 是国民党内部的温和派 起了主导作用 使得政协协议才能够签成 那么 国民党里边的强硬派 也就是中统 中统 军统他不太管 中统 陈立夫 陈果夫 就觉得非常不高兴 所以呢 就是党内斗争 我们一会儿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讲一讲六四 六四最后 到最后怎么 就是不能够 就是这个局面就解决不了 是他是变成了党内斗争 变成了政客之间的厮杀 那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那么 叫长口也是 这个政协主要是 这个政协主要是国民党里边的 叫做政学系 张群他们做的 那么于是陈立夫就 他就说 说你 你好家伙 你这次可占了便宜了 于是呢 他呢 就是要发动一个让学生 他因为特务嘛 镇压学生都是特务 七千学生游行的时候 这个特务就是坐镇指挥 也不镇压 然后就呢 就反苏就闹起来了 闹起来以后呢 他打击的是政学系 没想到一下子 这么反苏游行 这么一闹 苏联想从东北 得到的 从国民政府里边 得到的利益 就没戏了 那苏联就啪就变脸了 变脸 好 你不不给吗 我全给共产党 所以呢 就是本来他的协议里边 应该是谁进沈阳 谁进锦州 他都是呢 表面上通知国军 国军那时候 美国正帮着他们 从那个南方往东北运 表面上说给你 可实际上呢 在这个之前 就通知共产党这边了 哇就站 所以你们要是看过 雪红雪白呀 或者什么 那个整个东北那个战场呢 你们就可以 就是知道 实际上是 苏联被叫场口运动 反苏运动 刺激了以后 决定根本不管什么 表面上还有这个 中苏友好条约 这个中指的是国民党的中 这个友好条约 可实际上呢 是站在了共产党背后 说你们打 你们放手打 原话放手打 打多打都行 使劲打他 这是苏联 美国那边呢 就是当然了 就是你们记不记得 就马歇尔 马歇尔 那个马歇尔到重庆的时候 他肩负的任务 是来支持中国的民主进程 这时候呢 他要 他实际上是 美国也没 美国总的来讲是不错的 但是美国那时候 大量的 我们说援助中国 多少亿美元 多少几十亿美元 大量的是他以后再用不着的武器 这武器 所以我觉得武器 这是岂有此理啊 中国人用这个纳税人 用那个农民 用那个劳工 辛辛苦苦的钱去买武器 这是最恶劣的行为 当时美国就把武器运来了 运来以后 那么共产党那时候是不是 不是那个什么呢 已经共 就是拔路军 新四军 那时候不是 还没有人民解放军呢 都属于国民政府 那个周恩来 叶剑英 还穿着那个 也不是那土拔路 那大棉袄了 穿着那个漂亮的军服 到飞机场上去接马歇尔 马歇尔吓一跳 说怎么共产党来接来了 其实 因为他所有的武器 那么多飞机 什么所有的装备 连一颗子弹都没有中共的 可是中国来接他了 所以后来一问 一问 反正美国全部支持国民政府 这就打起来了 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以后呢 那么好了 都半天了 那我讲北平 那么打起来以后呢 就是这个我们说北平 我们说北平 北平呢 古都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大概是200万 200万平民 那么最不希望 最不希望 这个整个这古都回一战火 然后平民百姓 把他的那个身家性命 打个精光的 第一就是北平人 对吧 北平老百姓 可是老百姓没有任何权利 没有任何声音 那么第二个呢 希望这个能够别打 别打得太坏了的 是北平的地下党 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 那时候呢 也有中统军统 但是他们的 他们的首都在南京 这个北平 不过是北平而已 那么北平的地下党呢 就是刘仁 刘仁是书记 那时候呢 北平地下党是以学生为主 就是南系北系 因为南系呢 是从那个西南联大这边过来的 原来的北方还有一些 还吵架呢 反正总之又给捏一块了 总之呢 你们看 有一个最奇怪的现象 就是留人没有回忆录 留人什么都不说 可是留人做了很多事情 好了 这是地下党 那么现在呢 就是到了 时间到了什么时候呢 时间到了1948年的 年中 到了48年年中 大家记不记得 有一个叫做五一口号 五一号召 毛泽东发了一个五一号召 这五一号召 那时候大量的人啊 都在香港呢 都在香港 这里边有好 就是有有意地把他们 把他们移到香港来 让他们好好的 这个保存下来的 这部分国家的宝贝 也有的呢 是哎呀 就是有事了 包括那时候呢 包括一大批文人 还有包括一个最重要的人 这个人呢 是李继生 他是 他是最早最早的 就是国民党 国民党里边老是二把手 你说是何湘宁啊 宋庆龄啊 他们的名望高 但是真正掌握实力 而且和别的将领 都是有 因为中国私兵制嘛 对不对 没有什么军队国家化 对吧 能够掌握这个西南的力量 什么别的力量 就非蒋派的 非蒋嫡系的 就是这个李继生 李继生那时候就在香港 李继生那时候不能够 就是李继生他动一动吧 就可能就牵动全局 那时候呢 就是那时候的港都下面有一个秘书 忘了这人秘书叫什么名字了 都是要天天来看他 他干什么呢 假装吃饭喝茶 但是天天要看他的动静 这在香港 那么到了1948年的5月的时候呢 那毛泽东呢 就是前面太长了 我没办法 因为时间有限 不能给你们讲那么多故事 那么到了1948年5月的时候 实际上是毛泽东那时候对中国的估计 打起来了 这个中国 将来的中国是我们的 可是呢 这场战争大概要打5年左右 他要打准备打5年左右 那么既然要打嘛 所以要争取更多的力量 到我们这边来 他就发了一个五一号召 这个五一号召呢 是说呢 咱们三党 就是共产党 民盟 民革 咱们三党成立联合政府 然后呢 这个就是蒋介石他独裁 他太坏了 我们要这个 我们要把他打败 五一号召 五一号召这边呢 香港的这批人呢 立刻就响应了 响应了以后呢 那么 可是呢 就是说毛泽东那时候的估计 五年才能够拿下中国 没想到呢 局势变得那么快 没想到局势变得那么快 东北那么快就拿下来了 东北那么快就拿下来了 有一点是东北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以后呢 就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虽然不是冷兵器 可是也不是原子弹就扔在日本了 对不对 原子弹什么 那个更先进的热兵器 并没有完全用到这个战场上 那么 当时的那个打仗的水平 就是拼兵力 就是拼兵力 哇 几十万人就扑上去了 那你怎么办 那么 共产党那时候有一个 你们学历史的 你们要特别仔细研究一下 共产党的土地政策 从1930年代的江西 然后一步一步 他到了陕北怎么变 到这时候怎么变 他有的时候要钱的时候 要钱的时候就拉拢地主和富农 不要钱了 哪钱我有了 关键是人 他就开始打击地主富农 就给谁好处 给贫农好处 贫农这时候就叫 就叫翻身农民 翻身农民呢 就是家里刚分了地 然后告诉他 咱们呀 你看 是我才给你呢 是不是 政权得是咱们的呀 咱们的政权 你不是有地吗 然后你先打仗去 你打了以后 然后政权就是咱们的了 地就是你的了 就玩这个 玩这个 结果呢 就是我看过一篇文章 上面讲到呢 就是像淮海战役 什么什么战役 就是国民党那些 受过正规训练的那些将军们 他们在一点上 和林彪 彭德怀 是有很大区别的 他们不 觉得这仗没法打了 是吧 就不打了 我投降 我投降 但是呢 人活着 武器交了 对吧 该是谁的 谁是谁的 只有共产党的 他们打的时候呢 就根本不计战事的生死 几十万人 几十万人就往上扑 所以呢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除了苏联什么 全交给他以外 就是他那个 疗神战役 当然也有很多 那个情报机构 就一直杀到他肚子里的 那种种种的 都有作用 就是辽审战役拿下来了 辽审战役拿下来的时候 下面面临着的 大家知道 就是一个叫做淮海战役 一个叫做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双方的力量的对比 是什么呢 副作义 和国民政府 国民党 一百六十万 副作义六十万 然后呢 共产党一百万 就这样的一个比例 这个时候呢 我呢 我就特别 我希望 大家特别注意的一个 北平和平解放 不仅北平 任何一场战争 如果你说 他是 他是谁是 谁是什么 胸怀宽阔 谁是什么 深明大义 或者什么 都是次要的 都是最后的一种说法 战争 就是力量的较量 就是要打赢 就是看谁能把谁打赢 北平也是一模一样 那么在辽 辽审战役 基本打完的时候呢 这个一百六十万 对一百万 那么 那么国民政府呢 是特别希望 保住这个 副作义的这六十万 这六十万呢 副作义自己 大概占三十万 另外三十万呢 是国民党的嫡系 他的嫡系部队在这 他这个保住呢 保住呢 先是 你要能顶住给我打 打赢了当然好 对吧 如果打不赢的话 你赶快走 走呢 可以有好几种走法 你可以到这个隋远 就是到西北去 你可以到这个 当时那个国民党的 那个青岛的 那个海军舰队司令 就说你可以到青岛来 我把你随便运到哪 运到台湾 运到什么都行 你也可以直接撤 撤到长江来 这是副作义面前 摆着的这个路 那么 那么 共产党怎么办 共产党呢 原来就准备打呀 就准备打 那个时候呢 就是把辽审战役 打完了以后 那么 任何一个大战役 下面就应该是休整 休整 林彪那个时候呢 就准备休整了 就是刚刚准备休整 正在这个时候呢 在那个1948年的11月 这个时候 看到中国 也许有可能 有一个另外的前途 这个前途不是一片红旗的前途 也不是 独裁的国民党 像他以前的金言券啊 什么什么 这个四大家族 这个前途 而是一个 有第三方面的力量 比较大 背后呢 有民 就是说 那个就是 那个 那个联盟 就二战 胜利的盟国的支持 而是有 民主 个人主义者参加的 联盟的这么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叫联合政府 这个联合政府 是最早最早 是在那个 就是有个 国民参政会 那时候 蒋介石容纳 大家提意见了 国民参政会的时候 先提出来的联合政府 后来到了 毛泽东的五一 五一号召 再提联合政府 那个时候呢 美国特别支持 特别看好 后来是李宗仁 李宗仁之前 是李继深 李继深 那时候呢 就是李继深也 他已经成了 快成历史笑话了 已经快成历史笑话的 一个说法 就是李继深 那个时候已经讲过了 他说这个将来呢 就是总司令 军事军委主席 不是军委主席 军事总司令吧 就是冯玉祥 那时候他还没死呢 还没有 还没死 这个 我是主席 那个毛泽东是副主席 这样的一个政府啊 曾经就有这样的考虑 美国是支持他的 美国呢 不仅当时已经有记者报道了 而且呢 外交官已经在这样运作了 在美国的档案里 也可以查出来 那么在11月上旬的时候 李继深呢 就那么 傅作义这个60万人 很重要了 对吧 就派了他的代表 派他的代表 带着他的信 就到了北平 就说 想要告诉傅作义 咱们成立联合政府 他当时提出来的呢 就是这个联合政府呢 就是你看 最主要的是反对蒋介石 对吧 脱离南京政府 这个独树一帜 走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 就是既不是国民党独裁 也不是共产党独裁 就走第三条道路 然后呢 华北独立 成立联合政府 然后呢 军队是谁的呢 军队也不是傅作义的 也不是毛泽东的 也不是 由联合政府指挥 这是11月早初 这个李继深的代表 他叫彭泽湘 你们都没有听过 然后我会告诉你们 你们为什么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这个彭泽湘 带着李继深的信 就到了北平 到了北平以后呢 彭泽湘呢 他本来是老早老早 最早的 就是陈独秀那时候的 共产党员 也到过在苏联 莫斯科学习 列宁学院学习 然后1924年 就是共产党 这个什么 湖北省省委书记 就类似这样的 然后他还 就是他一直是那个 共产党那时候 不是全心全意的 帮助孙中山 来做军队吗 对不对 于是他还曾经 北伐的时候 他是唐生智的 什么政治部主任 什么的 就很光 有很光 他就是那些军人们 军人政客们 都很认识他 知道他是谁 那么彭泽湘呢 就带着李继深的 这个 这封信 这个 这个 计划 就到了北平 到了北平以后呢 他非常聪明 他就找到了 就是他很有经验 他找到了 傅作义身边 最近的人 最近人就是所谓的 那个 并不是傅作义的部下 而是 就是傅作义呢 是和他有生死之交 愿意听听 他的意见的那样的人 就有个刘厚泽呀 什么 侯少白呀 这些人 完了以后呢 他居然又找到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 和共产党有来往的人 那个人就叫福定一 这个福定一呢 是 大家看啊 就是整个北平和平解放 完成了之后 毛泽东第一个 走到谁的面前 告诉他 北平和平解决了 哎呀 什么什么 就是这个福定一 那个是他的老师 他在湖南的时候 不但是他的老师 也是他的救命恩人 就是那时候 那个赵 赵恒 是吧 什么要杀他们的时候 这老师把他救了 是毛泽东 终生感激的人 他就 你看 他找到了福作义和毛泽东 都非常信任的人 然后呢 他就让这个福作义呢 就把他的信 通过地下党 就传到 传到当时已经到了西百坡 是一个 就是周恩来说的 毛泽东在 全世界最小的司令部里 指挥了最大的战争 就是这个西百坡 传到西百坡以后呢 本 就是 没消息啊 在这过程中呢 如果大家注意北平的宣传 北京啊 北京现在的宣传 北京现在宣传 捧得最高的一个人 是福作义的女儿 傅东梅 傅东菊 傅东菊 这个傅东菊呢 当时呢是 还没有 有没有入党啊 总之嘛 就是但是非常左倾的 靠近共产党的 大公报的记者 那么地下党呢 就通过地下党组织 把傅东菊 从这个天津 调到了北平 调到了他父亲身边 但是在 傅作义的印象里 小孩子 小孩子一个 而且呢 说 傅东菊说 我和共产党有联系啊 说你那真共产党 假共产党 因为这个中统 有很多假共产党 他说是真的共产党 我们可以给毛主席 写信什么的 后来傅作义呢 还真通过傅东菊 给毛泽东打电报 写信什么的 没有任何反应 因为呢 那个时候呢 就是毛泽东想的 还是赶快打仗 赶快打 当时他跟他们说的呢 就说林彪还在那 那个 还在那修整呢 说你们修整什么呀 说你们是到这打这仗 还是你们 他走了 你们再追到南方去 再打那仗 追得更远 打那仗 还是这个想法的啊 后来呢 到了11月18号 事情出现了变化 在16号17号的时候 福定一带着信 就到了那个 前线司令部 这前线司令部 离西百坡有一段距离 离这个林彪 那个林彪还没来呢 联融侦探那个指挥部 也有一段距离 就到了那以后呢 那么就把这个信呢 就通过这个 就转到了 16 17号转到了 毛泽东手里 有时候历史啊 他就是那么一个偶然 前面那么多信 那么多都哇哇哇哇 就往共产党这边拥是吧 没有起 没有起关键的作用 但是忽然 这个彭泽湘的这封信 让他脑子里 神光一显呢 就觉得 哎呦 说 傅作义 他是有和的可能啊 对吧 那我们和 何必不和呢 但这个和 绝对不是什么联合政府 这个和 这个和是让你 跟我签订叫做城下之盟 你全百分之百投降 是吧 于是呢 就这封信呢 给了他一个 一个 烟丝霹里唇 大家知道烟丝霹里唇 是什么吗 徐志摩他们翻的 inspiration inspiration 徐志摩最爱干这种事 这个 给了他一个inspiration 然后呢 他就说好 他就立刻 立刻18号 就往这个 林彪那发电 说你别 你赶快停止整 修整 你别修整了 你火速进关 然后呢 同时他又给 胡乔木一封信 说你赶快做假 假装还修整啊 什么来立功啊 发奖啊 给他们一个 一个错误的概念 你们还在东北待着呢 然后这个部队呢 就哇 凑凑凑凑凑凑的 就进关了 如果你们看一些 四野 四野的将士 写的回忆录 他们就用了一个词 这个词呢 是军事的词 叫做一流 一流 说我们要把 傅作义的军队 一流在北平 一流在这个 华北这个地方 不让他到南方去 那那边不就好打了吗 对吧 不让他走 火速进去 这个时候呢 18号 然后19号呢 他就呢 18号不是 他有了这想法了吗 就19号又发了一个电报 就替聂荣真 拟了一封电报 给这个彭泽香 就说 据说某人 有何的意思 那么如果某人 有这个意思 让某人呢 我便很喜欢 让某人 派个代表来谈谈 那么 当然彭泽香 就把这转回去了 结果呢 傅作义呢 傅作义呢 就说当时他们 就说李吉生 推动他这样做的时候 傅作义有很多考虑 很多考虑 所以呢 虽然毛泽东 有意地降低规格 就并不是他自己回电 也不是军委回电 也不是周恩来回电 降到聂荣真 写了一封 不痛不痒的信 给那个 给这个 让彭泽香 让彭泽香转告 那个傅作义 有地 有意压低规格 然后呢 傅作义呢 就是在这时候 哗哗哗 又打了几仗 又打了几仗 傅作义觉得有点不好 这时候呢 他就说 想要这么主动地谈 本来我觉得 我还能不能 对不对 共产党 他也不是什么 全部知道 对吧 然后就改成了 他就有点想谈了 这个就是在12月 又过了 你看11月18号 到了12月5号 他就派出了一个 所谓的他的代表 到这个前线去谈去了 这个他的代表呢 你看他并不想 并没有认真对待 他派的什么代表呢 他副作义底下 有一张报纸 叫做平民日报 这个平民日报呢 有一个就是他的社长 那叫崔仔之 崔仔之 然后呢 平民日报底下呢 还有一个采访部主任 叫做李炳全 这两个人呢 你们可能看见 然后接着下面就会 哇 怎么怎么的人 其实呢 是 并不是什么 他们肯定做英雄啊 这个那个啊 其实呢 是负责力 有意不派 有真正实权的军人 派报社社长 你说是吧 算什么呢 而且那个李炳全呢 还是一个共产党 共产党员 这个李炳全呢 你们看一下 李炳全是 李慎之非常尊敬的人 他和李慎之一起 那个时候在新华社 对外部 那个 你从李慎之 对这个李炳全的描写呢 李炳全非常 心情非常坏 就是他在北平 和平解放 立了这么大的功 可是他觉得 我立了功 我贡献了智慧 贡献力量 那么我迎来的是一个什么政权 李炳全一定有这个想法 后来他是右派 李炳全那时候左得很啊 李炳全左到什么程度 左到他那个 大家知道那个 那个沈重案 对吧 就是美国兵 就反美 反美高潮掀起来 就用沈重案 人家沈重案 人家沈重 本来你这都 这都涉及到一个年轻的姑娘 她将来怎么活呀 对吧 当时你记得 那个胡适 就说我代表她的家长 你们别闹了 别闹了 对吧 那么该怎么怎么着 可是呢 就是 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党 包括李炳全 非常重 本来就是一两 几个几行字的一个消息 他非得把它轰起来 轰起来 然后还要把人家沈重找出来 然后哇 最后掀起一个反美高潮 就李炳全曾经那么左过 就这个李炳全 这李炳全 那么李炳全和崔仔之 就到了这个前线了 这边 共产党这边 虽然毛泽东 把它看作最大的一件事 把部队哗哗哗往这边掉 可是毛泽东表面上 连聂荣真都不要出面 让刘亚楼到前线见他们 见他们以后 共产党提出的条件特别高 高得不得了 高得 那个负责医那边就觉得 这叫谈判吗 这不就让我投降吗 对吧 就高到他们根本不能接受的高度 其实我也有啊 一会儿大家 反正最后把文章给你们吧 你们可以找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高到那么高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让你接受不了 你又挺难受的 就是我把你留在这 我把你留在这 那个 就是让你 我就要的是时间 我就要先把部队调进来 接着我把布局 布局好了 我先打你几仗 就完成这个包围和这个军事部署 这个就 他是12月5号来的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打了非常关键的两仗 一个呢 是把布局的35军给他打掉了 然后接着呢 又把这个 有个新保安 解放 新保安的解放是呢 就是他们军事上我不太懂 就是切断了什么哪个道哪个路 总之也是非常关键的 布局慌了 慌了呢 觉得你们到底 不是说咱们还谈着呢 你们怎么就打起来了 对吧 就12月25号的时候 他就把他这两个代表给调回去了 说不谈了 不谈了 回去 回去 回去以后呢 这时候毛泽东的部署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于是呢 就是在1948年12月31号的时候 他30号左右 又收到了这个地下党的来信 说傅作义现在心情非常坏 他已经到了要发疯的地步 他已经到了他的那个 就是他的老朋友 就那个刘厚童什么都来了 来了以后告诉他周围的秘书长 告诉他的警卫班 把他所有的周围的枪都拿下来 不能有枪了 就是 就快 快 快受不了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咱们好像就是 到时候了 就是又来了一封信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电报 就是那个彭泽香拍来的 彭泽香拍来 也是从张东孙那个里边呢 有一个就是说围城结纽 是吧 张东孙后来说 我们几个人当时 我们觉得在没有可能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封信 叫做彭跃渝 彭跃渝 他是岳阳人 彭跃渝 拿来以后呢 后来毛泽东呢 就说 就在31号的时候 拍了一封电报 说可以了 说那个让傅作义 说让他再动作吧 让他 我们要往前推一步了 可是这个 这个电报发到林彪内容真手里吧 他们觉得 那个大概就是两行字 觉得太简单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着啊 然后又马上发电报回去问 这个时候 毛泽东就在1949年1月1号的凌晨 发来了 史家 后来说的叫做军委六条 这个军委六条 这个 原来那个可能是60多个字 这军委六条600多个字 六七百个字 长电报 大长电报 这军委六条呢 你们现在看看 其实很有意思的 就是 一 什么什么 二 那个二啊 就是 就是说让派一个可靠的人 给傅作义传达 以及什么谈判对手啊 就告诉傅作义 你要这么干 这么做 然后甲乙丙丁物几 几条 在这个里边呢 就是已经指定了 你们再派谈判代表来 你们派谁来 就是都是告诉傅作义的 你们怎么怎么怎么着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军委六条电报 你想想 从1949年到现在 研究北平和平解放的 这个文章有多少 书出了多少 这个军委六条指示 居然 居然只有在 就 刚刚出现不久 不但刚刚出现 还 那我第一次看见啊 是在 是有一个北京军区的 一个老干部 退休了 没事干 他就写了一个北平和平解放 出现了 哎呦 哎呦 我说怎么回事 我就开始找他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哎呀 我说老董 我说这怎么回事 他说 我说你在哪看见的 他说你别说了 别说了 他说我都爱批评了 这个他 他看到了资料 用了爱批评了 然后呢 就是你现在查毛泽东 毛泽东年谱 你查毛总选集 查那些 什么什么 中央文献史 什么什么档案馆啊 就是所有的掌握 这个资料的那些单位 哎 发布都不一样 你高兴把那条给去了 你高兴把那条给去了 总之嘛 就是这么重要的 一条军委六条电报呢 他不让你知道全貌 为什么 在这里头要 这一会儿就要掩盖 这个一条 为这个人 一会儿要掩盖那条 为那个人啊 这就是军委六条 军委六条呢 当时他们说 要赶快传达到 这个傅作义 于是呢 就是派这个李炳权 李炳权让他背下来 六百个字 全部都背 又不敢带东西 背下来 让他回去 在那个崔仔之 崔仔之不是还在 傅作义那吗 赶快去见傅作义 把这个告诉 后来他撤回的时候 那个李炳权说 我是共产党 我就留下了 然后他那社长回去了 这回呢 李炳权全部背下来 去传达 这个呢 如果你们有 对美国的文学界 比较熟的话呢 或是被美国比较熟的话 在2000年的时候 有一本小说 在美国出了 叫做Picking Letters 这个Picking Letters 他的作者是Samuel Topping 这个Samuel是谁呢 Samuel Topping 他曾经做过 普利策奖的一届主席 他自己是 哥伦比亚大学 新闻学院的教授 他在1940年代的时候呢 是在中国 做那个Time Time Magazine 那个时代杂志的呢 通信员 记者 注定 Correspondence 然后他呢 是 就是两边啊 他们那时候听到了 很多很多东西 知道 就 他们不可能接触到 核心机密 但是他们知道 负责义接到了一封信 负责义接到这封信 是有口信 什么什么 大概知道一点 他就写了这个Picking Letters 他那个 在他的小说里边 他基本上是一个 爱情小说了 对吧 爱情小说 他的小说里面呢 是谁传的信呢 他也不知道 信是谁写的 也不知道谁传的 就是他的推测 他不是虚构吗 Fiction 他虚构 就是他说 是一个美国人传的 什么的 其实呢 就是我想说 这个Samuel Topping 我就想告诉大家 这是当时很大的一件事 连这个美国的记者 都不但当时知道 而且他一直记记记记 记了半个世纪 然后他又忍不住 又把它写出来 耳道 他把小说都写出来了 这个真相 还没有人知道呢 还没有人知道呢 这个李秉全呢 就把这个传达给副作义了 然后呢 你们看 又有一个回忆录 这个回忆录呢 是很不起眼 就是北平的市长是谁啊 对吧 北平曾经有过一个市长 这个市长呢 是中国大学的校长 就是 沦陷以后 只有几个 两三个大学还在北平 就是燕京大学 中国大学 什么政法 什么的学校 中国大学的校长 他叫何启龙 这个何启龙呢 你看他的孩子的回忆录 就说 就说 1月1号 或是1月2号 我爸爸请老朋友吃饭 傅作义 傅作义的副总 邓宝山 张东孙 就是那个 就是军委六条里写的那个 派张东孙 陪他们出来 张东孙 在我们家吃便饭 晚饭吃便饭 吃了七个钟头 所以呢 实际上呢 就是他们在商量这个事情 然后呢 都有了数以后呢 这个傅作义就假装的 就把北京的这个 文化名流 什么徐悲鸿啊 什么那些名流叫去 说大家觉得北平 是不是应该打仗啊 大家一定说不要打呀 然后就是 就假装开了几个会 然后最后呢 就找到了他的一个 就是最有学问的 大学毕业的一个将军 叫做周北锋 就找周北锋说 你来走 你来跟着 你来去 然后呢 就是毛泽东指定的 张东孙和他的心腹 周北锋 一块呢 去做 这个最关键的第二次谈判 这个第二次谈判呢 那么 那个 那个 所以你要 我这个原来写的 《围城截纽》 就是张东孙后来写的诗 他们怎么去的 就是 两个教授 都是穿着皮袍子 打着一个小白旗 这小白旗 是临时 从那个 他那个 你们大家可能在网上 经常看 有一个叫张赫词 有个X案 X案 那张赫词 跟那个 跟那个 郭沫若那儿子 郭世英 他们那个X案 那张赫词 张赫词的那个小床单 从小床单抽下来 把张赫词的红银枪 挑着那个旗子 然后就过了 过了 两军对垒的那线 就到了 到了这个时候 林彪 聂荣真什么都出来了 都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谈的 共产党这边要价 还是相当高 就是 军队解放军化 地盘 解放区化 然后你给你留 给你留 也不是一个 一个团纳 或者什么 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保证你的政治生育 这么多那些 这就城下之门了 这基本就城下之门了 然后呢 负责义不接受 也得接受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说 这个1月6号 签订的这个第二次 这个是 是最关键的 这个协议 然后负责义呢 其实这个带回去了以后 是吧 这是那个 又是周北风 藏在皮包袍子里 带回去了 他回去 负责义还在犹豫 还在犹豫 那么 好了 毛泽东说 已经其实布局完成了 说 说你犹豫是吧 那我告诉你啊 我把天津打下来 那说你打得下来吗 说我 我怎么打不下来 说我 说你打多久 打两个礼拜 他说我打三天 可是事实证明 一天半就打下来了 你说北平的平民百姓 要保护 天津不要保护吗 天津就打光了 打得特别惨 就呛战那么打 是吧 就打下来 打下来 负责义 毫无还手之力 然后这时候呢 就全盘接受了 这个和平解放 就是咱们一开始 看的那照片 全盘解放了 那个 然后呢 负责义就 就到了那个西北坡 去拜望毛泽东 毛泽东说 傅先生 你立了一大功 然后负责义说 哎呀 我有罪啊 你立了一大功 然后接着就实现了 负责义就要立功啊 对不对 说那随远 我去说服他们 接着就叫做随 这个叫北平模式 接着就是随远模式 在这个北平天津 打这仗的时候呢 淮海战役已经打完了 已经打完了 是第二个打完的 那么下面 打南京 打上海 和到了湖南 最后到了广东 海南岛 就是江河日下 一泻千里的 就这么拿下来了 这个共产党 拿下了全国 拿下全国 这个呢 就是北平的和平解放 我想向大家强调的 我特别希望 你们呢 因为我介绍了这个 所以你们呢就比较一下 这个比较一下 那个 现在他们在北京怎么说 怎么说 比较一下 这个 后来不是还有一个吗 说那个叫做何思源 何思源和那个 梁 梁启超 那个康有为的女儿 康同碧 他们是北平市民代表 说我们不要战争 是不是 后来也说立了大功 其实这都是最后的 叫做政治 政治秀 政治秀 就是你看 市民代表来跟我说了 我当然就不打了 最后来都是他们 政治家的做这个的 政治家最关键的是 力量的对比 然后呢 力量对比 关键是他军队部署的完成 军队部署的完成 关键就是 你有没有 军事天才 你的 你的 调兵遣将 你做的 是不是 那个时机 和你的 做的对不对 那么毛泽东 就是11月18号 一封李继生的信 然后呢 就让他做了这个决策 那么李继生怎么样了呢 李继生那时候 在香港 就是赶快用一个 你们知不知道 那个一个英国船 假装是一个英国船 然后就让李继生化妆 什么就来了 李继生那个时候 毫无还手之力 他永远不要 不要在他嘴里 那个第三条道路 第三种力量 永远没有了 他连不但不能说 连想都不许想 然后呢 毛泽东把他当作一个 无害的神像 他放成中华人民 无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副主席 你们再查一查 李继生 他从做那个 做这个 做国民革命军的 二把手 一直到1949年 他是多么精彩的一个人 他不但他的军事策略 什么 而且李继生是一个 很能团结别人的人 他们闹不闹就打起来 李继生特别能团结别人 当时呢 傅作义有一个 他就不见那彭泽香 为什么不见彭泽香 到最后见了 一开始为什么不见呢 就说我不能见 因为我要见你 我就得有动作 就说我要见你了 我就必须要对李继生有交代 他就这么高的威望 从此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没有说过一句话 是他自己的话 就这人就完了 就是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个 毛泽东最要的就是 不能有第三条道路 只能有唯一的一条道路 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 这个共产党 异党专政的这么一条道路 那么这个呢 就是北平和平解放的这个故事 所以我给大家提问提票 我们现在开放给观众期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您也说到傅作义 他就是做了个决定 就是说城下之门 但是呢 我想更多了解一下 就是傅作义 他的性格是怎样 像您刚刚提到 就是说他想了很久 然后就觉得很压抑 我想他的性格 是不是属于那种 谋而不绝 就是很难下决定的那种人 然后我想您最好还是对 当时的局势做一个描述 因为一定是在某种局势下 傅作义才会做出说要 图现这种决定 谢谢 傅作义的性格呢 是就是不喜欢说话 很沉稳 性格非常沉稳 我把照片拿去 你看这个呢 你看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给他们两位的荣誉 还是做成邮票了 对 做成邮票了 这是李继申和傅作义 傅作义呢 他是抗日名将 非常 威望非常高的抗日名将 他呢 治理地方 治理的也不错 然后呢 他是那个特别能守 还有一个卓州 记得吗 卓州那场战 就是卓州是那个 这个东北军攻那卓州 傅作义 那时候还是军华混战的时候 那个卓州那个 就是傅作义 人家老说你是败军之将 你总是那个最后和平 交出了卓州 又和平交出了北平 但是呢 对一个军事指挥官来讲 这不是耻辱 这是光荣 因为你爱那个城 可是呢 我们不能说傅作义 他爱城里的人 其实是傅作义被逼的 你不能不交了 那个当时 你看那个卓州 那个简直是 哎呦 我看了真感动 就是怎么着呢 他们开始布局了 傅作义已经把那卓州占了 然后那个张学良 把那外面都包围了 谁出来了这个时候 商会会长出来了 说那你们两位 这双方你们要打几天呢 要打多久啊 你们要什么呀 对不对 然后就来 就来那个什么 跟他们那个协调 最后呢 就打一阵 也是打的 损失了很多 但是没把整个 卓州城市毁灭 那么后来呢 就算是交了 傅作义投降了 然后张 记得吗 张学良 马上把他到天津去 作为上宾 对待什么的 也恢复了他这个名誉 就说他即使是降将 即使签下了城下之名 对将军来讲 不能不意味着什么 那么 苏德义呢 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这样的将军 在那个时候也是 但是他又是一个 不被蒋介石信任的将军 他在下决心的时候 有一次 就是中间的 把他调回南京去开会 那时候正好是蒋金国到上海来治理金元券 治理那个养子公司 然后呢 不是宋美龄都出面了吗 然后都不是要保他那个孔家的那几个 他的那个什么孔老二 孔家二啊 孔二啊 孔小姐 什么大少爷 反正就是他们孔令砍呢 什么孔令什么 后来呢 就是宋美龄 蒋介石出面 就连蒋金国反腐败都反不下去了 反不下去了就停下来了 后来傅作义回来以后 傅作义很伤感 这使得他和国民军 国民政府拉开了距离 就说蒋介石 就是不爱江山爱美人 你的老婆说什么 你就听 这时候怎么能听你老婆的 对不对 那么 他是和他们疏离了 可是呢 他仅仅是军阀嘛 他手里有那点东西 就是他的军队 他的35军打掉了 他的什么什么 他的邓宝山什么 他们都说 我们寻一个别的路吧 那么傅作义就接受了 所以呢 傅作义在这过程中呢 就是一点都没有 他没有权了 但是他的声誉没有丢掉 那么毛泽东就问他说 好了 你立了这么大的功 你想做什么呀将来 傅作义 那时候他不是在西北那边吗 他就觉得水利是挺重要的 他说我就 我就想做一点水利 后来毛泽东说 你想做水利 那你当水利部长吧 他就当水利部长 他当了水利部长 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他这个什么样的水利部长 大家知道黄炎培 知道黄万里 对吧 黄万里是 真正他是 他是那个 Conell University 学的是气象 然后Illinois 他自己出去的时候 已经有了那个Master 然后他去又学了气象 然后又到Illinois 又学了PhD 又学了 后来又到田大西 去那个实习 他是最有资格的 中国的水利 水利和水坝 水利工程专家 那么 那么本来他是那个 黄炎培是很左的呀 黄炎培是非常靠拢共产党的 所以后来你看黄炎培是 所有民主人士里面最有实权的 比较看起来像有实权 他是副总理 那个李基生副主席 显得没有副总理 他是副总理 那么 以黄炎培这样的位置 那么黄炎培呢 本来呢 就是 他那时候甘肃水利厅的厅长 后来就呢 就是跟着说建设大东北吧 建设什么什么 黄炎培就到了这个东北 到东北以后 那时候他们就那种瞎干呢 这个 黄炎培哪里受得了 后来黄炎培呢 就说不行了 不行了 说我没法跟你们干 我提什么意见 你们都不听 我怎么干呢 没法干 他就其实 他就说了一句 就说 我还是教书去吧 不是 他那时候还没说教书 他说 我不能在你 就基层干了 那么我到水利部去做 对吧 他觉得水利部总是好一点 而傅作义和黄炎培 是有私人交情的 又是这么一个大专家 那觉得黄炎培说 他就自己觉得 我就到水利部 这怎么了呀 对吧 就是简直是就一点也没有问题 结果他到了水利部 嘿 就等啊等啊等啊 什么事都没有 最后他实在没办法 就到那个最后 他是到了唐山 交通 那个唐山 铁路学院 对吧 后来也就是 清华大学的一部分 到那教书去了 就是水利部就根本容不下他 为什么 副作义的水利部 他明明是他父亲的老朋友 而且又知道黄万里这样的资历 就不能让他在水利部工作呢 就是在他接到黄万里来申请工作 他也同意了 的同时又接到了一封东北水电局党委 来信 说这个人在我们东北老提一件 你党的一件事 党委的一件事 你绝对不要用他 你说副作义有什么权呢 连这么一点事情他都决定不了 还不要以后说整个中国的什么大半水利呀 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 副作义没有权 副作义和李继生一样 就是摆在那儿 就让他们好看 就完了 对 我自己觉得呢 其实他们真正的说出来是反右 对不对 张伯军说了一个什么政治设计院呢 什么他们就讲到这个学校啊 究竟是党委领导啊 还是校长领导啊 什么什么 那时候说出来了 可是呢 他们真正感到了 我觉得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就是1952年中 那时候全部都拿下呀 没有一个不那个 就是说我 你看敬爱的周总理 都是他那么大的功劳 他那么高的人品 他都在说他要思想改造 我们能不改吗 其实所谓的他改造过关 就是说就是像 如果大家要是有人就是养狗 是吧 我们都是狗的朋友 就是两条狗碰一块了 有一条狗啊 这样他就沉浮 就说我服了你了 我你看我把肚皮都漏给你了 这就是那个时候 他们就准备服了共产党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尊敬的马银初 马银初是始作俑者呀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是马银初初面 邀请周恩来什么等等 彭真 什么那个一系列的人 到胡乔木 到北大来讲讲大家的思想改造 后来毛泽东亲自批说 大家就去讲讲吧 这个就是都全部都是 那马银初里边有一个过于的乐观主义 就觉得我觉得很好啊 让我当校长 有一个有一个那个政委 替我做别的事情 我不是很好吗 替我做人事 他不知道共产党要的是全部控制 要一个一个独立思想者都不可以 到文革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没有人知道 有一个也许有几位 记得文革的时候有一句话 叫做狠斗私自一闪念 这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你脑子里想一个 一闪念都不可以 全部控制 全部在党的控制之下 这就是他们的党 所以我觉得呢 知识分思想改造以后呢 就有了 他们就开始就所谓的 夹起尾巴做人 但是呢毛泽东一说 嘿 那时候你们说说 给我们PT借 是吧 他们又忍不住了 又说了 就暴露出来了 我05年时候去一趟北京 然后很巧是在法园司的门口 听到两个老先生 一边下棋一边聊 聊就是关于北平解放的事情 但是我听到他们说 他们以前是骑兵 然后刚进城的时候 好像又抓人 抓三星团圆和国民党 然后还杀人 但我就想知道 那北平和平解放的时候 是不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对 这个北平和平解放呢 它是二月 就是二月是 先是 你们记不记得 有一张照片 一直有争论 说这就是那个 我这还有呢 就是那个学生 你找着啊 就那个学生 他就在欢迎那个 那个解放军在坦克上面 那个学生欢迎 那个照片 就一直说是真是假 因为有一个人说了 说那个 我看啊 对 这个啊 这个 说那个 有一个人说了 说北平人 北京人呀 是是很内向的 说大军进来的时候呢 很安静 就进来了 那个 这个照片呢 是是补拍的 是假的 后来呢 又有 当时的那个 中央电视台 他们呢 做了 就是很努力地做了调查 就把摄影师 什么都找出来了 结果呢 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就是 罗荣环 他决定 就 他表面是这么说的 就说 那个为了让北平的百姓 过一个好春节 我们不要春节的时候进城 我们晚一点再进去 可是实际上呢 就是第一次 他们觉得有点冷清 然后第二次再进的时候呢 就是让学生 你看看 你说北平市民怎么全都是一个年龄的 都一个岁数的 欢迎他们 对不对 就是清华大学那几个大学 组织他们去欢迎的 然后拍的照 拍的照 那么那个 那个你的问题就是说 那个时候 就是毛泽东呢 在进北京是三月 三月然后接着就是 拿那个 那个什么民主人士啊 什么就那个 后来呢 有一段是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那个时候呢 市长叶剑英 军管会主席聂荣珍 这个叶剑英呢 是很有意思的 叶剑英呢 是你看啊 两边 国民党共产党 两边都给自己留了一个将军 就是不打仗的将军 张志忠没有打过共产党 没有和共产党的解放军 打过任何一仗 这个叶剑英 一直是总参谋长 可是呢 到了这个开始打内战了 毛泽东他们呢 就把他调到 华北什么军政大学 去当校长去了 去当校长 就不让他打这仗 然后呢 等到 北平和平解放 就把他调去 当北平军管会主任 兼第一任市长 他呢 他是和泥角杆子的 造反农民领袖呢 是不一样的 他呢 先是有这个 马来西亚的华侨背景 接着呢 他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的 他是在1927年入党的 你看啊 他是在共产党 他是有一种理想 所以呢 他又懂得城市 什么这些 怎么着 所以他刚刚接北京的时候 哎呦 那个 就是第一 所有的救的人员都用 警察都用救警察 然后所有能联合的 什么人 就北京有那么一段 弄得不错 弄得不错 后来不是就把他调到广州去了吗 就调到广州 然后呢 北平呢 你说的那次 是落到了 这个 这个 罗瑞卿手里 就是罗瑞卿有一次 有一次大的拉网 就是把那北平 所有的不可信任的 因为他本来 罗瑞卿是军人 是那个将军 后来毛泽东 专门就觉得 这个安全太重要了 就把他从那个 罗耿兵团 记不记得 罗耿兵团 就是耿镖 罗瑞卿这个兵团 把他调进来 让他做北京市公安局长 和公安部的部长 他就几次大拉网 然后还做了那个 咱们的造假 那个叫做国庆十点钟 记不记得 有个电影 什么有那个大炮 什么意大利的 什么教室要瞄准天 就你那炮 你那炮藏在哪 说你那炮怎么运到 那炮怎么往上打 他这么一说以后 谁都不敢说话了 就觉得有特务 有什么 就是实际上是实现了一个 杀人 杀利拼人 那把你们镇住了 把你们镇住了 所以呢 我估计你听到 那老人家的说话 是那时候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知道的 我现在还没有做 特别深入的调查 就是那傅作义 和平解放了 对不对 那么傅作义的兵 到哪去了 我知道的是 我听到 我看过一个资料 是朝鲜战场 就要又到那当炮灰去了 有大量的傅作义的兵 还有一个呢 我知道的一个 是我的朋友的父亲 这人 他是营长 他 负责义 就是等于是 和平协议了 对吧 就把他们这些 干部啊 就说你们想干什么 回家还是什么 后来他说 他说我还是想 就是为新政权服务 说那好吧 让他到那个 华北的军政大学 学完以后说 就总是不被信任的 你看 这个 你看他那个 当时有一个解放军化 是吧 叫做分解到班 全把你们一个一个的 撒到解放军里 不能让你这 你一个团 还是 那不可以的 然后这个营长呢 就是学完了以后 说觉得他也没什么 特别专长 就说你到公安部去吧 最后他就在公安部 劳改局 本来呢 是一个职员 职员后来呢 不是在运动啊 乱七八糟的 有一次就调查 说你谁啊 他说 他说我就是那个 就到这来了 也说不清楚 也没有解放军的 这个番号 那个番号 说那你就算是 劳改人员吧 然后完了 他就后来成劳改人员了 然后一直是我的朋友 他的妈妈 就是最后就是 劳改 留场就业 没有收入 就是一个劳动力 在那干活 这就是 这就是我知道的 一个真人 真事 真名字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觉得 这个都不太说明 我要说的那个意识形态 只有一个 就是说 他们对生命的不真实 对每一个个体 每一个个体 你是附作医的 什么什么 一样的 平等的 真事 他们真的不真实 没问题 我想请戴琴老师 讲一讲六四后面的故事 因为我是 没有听过太多的消息 我想讲一下六四后面 太大了吧 这个太长了 又开另外一个讲座 开另外一个讲座 那我是这样 前两天呢 我在那个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呢 讲给 也是这样的一个讲座 就是叫做 1980年代 在北京当记者 当记者 那么 离你稍微远一点 稍微远一点 当记者呢 那时候我就是要强调 1980年代当记者 这个1980年代 大家都说 就1978年到1989年 大家都说呢 这是中国共产党 自从它建政以来呢 是最好的一个时光 有人说是金色时段 有人说是 enlightening movement 什么什么都这些 那么我就想告诉他 那么到底有多么enlightening 到底 那么当时呢 就是开创这个 1980年代 这个时代的呢 就是有两件事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平反 一个叫做 这个 真理标准讨论 对吧 真理标准讨论 真理标准讨论 讨论到什么程度 讨论到就是说呀 哎 毛泽东他不是神 他也是一个人 他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 他有时候也说错 就到这 就到这 毛泽东意识形态是什么 列宁主义怎么继承的 那么在中国 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回事 那么整个这个体制怎么样 你的1954年的宪法 你到今天怎么 什么都没出动 什么都没出动 就是说 你不能再说 毛主席的话 一句顶一万句 句句是真理 我们都要服从 就到这了 然后接着就是平反 平反 哎呀 大家热泪盈眶啊 结果毛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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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的声誉啊 在那时候 哇就升上来了 那我们现在想想 现在我和你的问题 联系着的就是 现在大家又想 六四平反 对不对啊 好了 平反 哎 什么叫平反呢 这个平反 rehabilitation 就是 那个洋人呢 都觉得 好像就是 这词是怎么回事 你们就没有弄清楚啊 那么 其实呢 就是在其他国家 就很 其他的语种 很难找到对应物 那么平反 首先第一个 就是有一个是 给你平反的 有一个是被平反的 这是不平等的 这个统治者 说我想给你平就平 我不想给你平就不平 说我想怎么给你平就怎么平 我不想平 还有平反 有没有标准呢 对不对 弄错了 弄错什么 怎么就错了呀 什么叫对呀 对不对 那错了以后 这错还犯不犯 以后你还犯不犯 就等等这些都没有 都没有 那么 就是 这个 但是呢 他平反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是给谁平反呢 给 一定是有权的人 给他愿意平的人 平 我记得当时 我们在 胡耀邦去世以后 就是 那时候胡德平 参加 那个 新观察 还有世经导报 在北京开一个 4月19号 继胡耀邦 4月15号去世的 说一个 祷念 耀邦 同志的会 所有的党内的 开明派就到场了 然后呢 就怀念胡耀邦啊 怎么样 这个那个 其中有一个人 这个人现在很有名 在网上 他叫张立凡 很好的 历史学家 他的爸爸比他还棒 他的爸爸是张乃气 张乃气是反右斗争理 张乃气 原来你们要有人研究香港历史的 张乃气是优秀的银行家 那人就怎么都是最棒的 到了反右的时候 我那时候写反右的时候 他是最有骨气的一个人 他句句话都老是说到点子上 后来呢 他也是右派里面骨头最硬的一个人 那么 平反 决定要给右派平反 右派是55万人 是吧 可是呢 就平反一步 平反 99.999 然后还要留下几个 来证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 不过呢 就是扩大化了 诶 这个结论谁下的 你凭什么下这结论呢 对不对 好了 下了这个结论 就要留下几个不平反 留谁 他们当时呢 中央就决定了 有五个人 张伯军 这个楚安平 什么罗隆基 还有两个 在那个4月19号的会上 张立凡就发言了 发言说 我特别怀念药帮叔叔 因为药帮叔叔呢 我给药帮叔叔写了一封信 药帮同志 就是我觉得我的父亲 能不能不放在这个 永不平反的这个右派里 药帮同志批了 我的父亲就是 特别感激他 嘿 我说 你感激他 那张伯军的孩子怎么办 那楚安平的孩子怎么办 这是标准吗 是标准吗 请问 这叫平反 就是这样的平反 想给谁就平就平 于是呢 平反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就是 中国很特别的这个改革 这个改革 最该触动的 他都没有触动 就是一个社会最深层的 比如农民 农民土地的所有权 土地是谁的 你看现在 这个 两极分化 那个中国最阔的大富翁 前五个都是开地产商 土地的所有 这是谁的 那么别人呢 就说 有没有思想自由 有没有平等 有没有新闻立法 有没有独立基金会法 什么都没有 就平反了老干部 在文革中受到了打压的老干部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右派分子 知识分子 于是呢 就形成了 中国社会 底下全部都没有触动 就是一个叫做 共产党的干部 和知识精英 结手 联手 这个知识精英啊 这个知识精英 他是 他是只有 就是位置啊 就现在 我们就是 我们常说 就叫pet expert 就是你的领导 喜欢的呀 领导出一个 什么烂政策 那个精英就出来 做解释 做解说 于是呢 中国就变成了 这个改革的主导力量 不是民间社会 不是农民 不是工会 不是商会 都不是 而是这个 党内的精英 就说 和这个知识 党内的老干部 和知识精英的联手 最后呢 实际上就是 中国很平稳的 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下子 成了事实了 划到了今天这个 权贵资本主义 这个道路上 那么这是平反 直接结果 如果你说平反 当时有冤案 当时我们这个体制 是有问题的 你一直到底下 你从法治做起 你从平等做起 就不会是这么容易的 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呢 你说到这个六四 现在又说六四平反 六四平反 我只说一个 你们香港 每年都是蜡烛晚会 而且香港现在 有了一位牧师 他已经呼吁了十年了 就是让他们回家 对吧 那么好了 那么我呢 实际上是觉得平反 六四的平反 和胡耀邦的那个平反 是一样的 平反这个字眼 太有限了 是具有充分的 共产党中国特色的 一种政治手段 很强大的政治手段 那么平反解决不了问题 解决不了社会 怎么往前走的问题 那么现在有没有解决的 办法呢 我们这么多年了 十年了 我们已经看到 有一个办法 就是南非的图图大主教 他提出的真相 正义和解 就是必须第一件事 叫说出真相 那么你比如 他有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组成的时候 哎呀 谁能进这个委员会 怎么调查 调查到什么程度 就结束了 就算是足够了 对吧 非常艰难 再艰难也得做 你比如说 你们的牧师说 好 让他们回家 让谁回家 对吧 好 年纪大的 几岁算大的 那让他们回家 他们为什么没回去 二十年了 他们有没有可能回去 他们拒绝了 那么现在让他们回去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不是要一个政协常委 等等都是 全部都要我们一个一个案子 一个案子的解决 绝对不能再走原来的那个歧路 就说平凡 平凡 没有用 对中国往前走 中国的社会往前走 没有用 所以呢 你说六四是吧 六四 那么我的结论就是 六四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 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 说甚至于东欧 这个共产主义的结束 也是受了我们六四的启发和影响 不是的 一个民主运动 一个能够改变社会的民主运动 他要做多少准备呀 你看看匈牙利 你看看波兰 他们那么多年 而且底子和中国不一样 中国这种集权的底子是很困难的 第二 他也不是当局说的一个这个 仁义之师 什么威武之师 对一个暴徒的镇压 也不是 它是一个中国的改革道路上的挫折 它是一个就是 实际上的是 一部分有心人利用了学生 把它4月29号之后 变成了一个有所企图的群众运动 学生运动变成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到了最后 你看 你看那个戒严令 戒严令发了以后 为什么不戒严 戒严令就发了 警察不出来 居委会不出来 党支部不出来 武警部队不出来 谁都不出来 谁爱做的广场 谁照做着 一直到 哇 你用得着野战军嘛 野战军坦克开上来 造成了一个流了血了 这个永远也不可能缓解的 这么一个局面 那你总书记赵紫阳下台 他是这么一个运动 所以是我们深刻又深刻的教训 我们一定要从中得到教训 然后呢 就是想一想 中国的民主 现代化 转型 怎么样才能实现 绝对不是 就是说革命口号 就是你是学生 你就绝对是纯洁的 叫口号 那就是只要反对共产党 你就什么都对 共产党作恶多了 共产党是有问题 可是并不是反对共产党 并且用激烈的办法 反对共产党 就一定是要我们大家支持的 戴老师 谢谢 精彩的讲演 那个讲到平反的话 我突然想起来 就是跟这个北京和平解放 有关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林彪啊 那他这个事件的话 一直是一个谜 像六四我们 我们大家都经历过 我自己也在广场坐过 坦克上也站过 这个 这个 这个林彪这个事 好像就是一个 像个谜一样 大家 我也听说 有像陈云啊 好多一些高层人 他们 也想为这个事 就是 平反啊 干什么东西的 但这一直 一直是一个谜 我们也不知道这究竟怎么回事 照说他那个也不会大面积影响 而且呢 很多事实上的平反 就是说 已经在进行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公开 对林彪的平反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觉得林彪 林彪 那个 他是这样子啊 林彪是一个职业军人 你记不记得 5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毛泽东和彭德怀骂起来了 后来林彪还出来说 这话是我说的呀 对不对啊 这个 林彪有很多方面 他性格方面呢 就是有他 有他真诚的一面啊 他特别能打仗 这家伙呢 就是一个军事天才 可是呢 他同时 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 他又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投机分子 他的聪明投机呢 充分表现在 七千人大会上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七千人大会 1962年 那个时候呢 中国已经饿死了人 中国什么大跃进 什么 就是无数的错误决策 大家觉得 毛泽东你别胡闹了 你不能再让你胡闹下去了 他们就决定呢 就管管他 管管他 然后呢 刘少奇呢 就做了报告 然后就基本上布局了 也你好好的 你还干嘛干嘛吧 但是你别胡闹了 正在这时候 毛泽东呢 表面上说 大家出气 白天看戏 什么晚上 早晨 白天出气 晚上看戏 就说这些话 把大家都叫来了 七千人 可实际上 他内心非常紧张 而且内心非常不高兴 就是毛泽东 这个大谋略家 就是很多人都看不透 当时呢 刘少奇还觉得 就是说你看 我们就是在 所谓的 我们的同志们嘛 同志们 我们大家有了 那么一致的意见 而且你的错误也太明显了 这我们也没把你怎么样 不过我们就在 实际的做法上改一改 他太自信了 正在这时候 林彪投机了 林彪是几乎是 唯一的一个人 七千个干部里面 说 我们之所以犯错误 因为我们没有 跟着毛主席走 我们没有 毛主席他说一句话 不是说一句 每说一句话 我们就听 嘿 毛泽东高兴了 从62年以后 林彪的地位 一步一步高 林彪是不是想 这么提高他的地位呢 我自己觉得 并不是 因为他身体太坏了 他那时候之所以说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种自保 你爱整谁整谁 别整我 别整我 我体会 我体会 可是没想到 毛泽东就 呜呜就把他 推到那个位置了 他那时候 他痛苦不堪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也像什么罗瑞卿 什么说罗瑞卿 是林彪搞的什么呢 我基本不太 不太这么看 因为没有别的 就他身体太坏了 他整天那个黑屋子啊 整天看医书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呢 可是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他有老婆和儿子呢 他们是野心勃勃的呀 他们是要抓权的 他们是要抓自己部队的呀 所以林彪就变成了一个 给推到那么位置的一个人 那么 现在要给林彪平反 是非常没意思的 比如说 大家说 那个三叉几呀 怎么会有很多 很注意这个技术细节 我觉得技术细节 都弄清楚没关系 但是 我 我本人 觉得他和共产党的 其他的 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后来不是有一段说 哎呀刘少奇 什么 刘家和毛家握手了又 什么 什么那个刘少奇 怎么好啊 什么的 所有共产党 干下这个事 刘少奇 哪件事 你没有责任 周恩来 哪件事你没责任 林彪 哪件事你没责任 那么我们今天 就说 已经不能做到 他们后来把 把那个 乔塞斯库 啪一根绳子 就把他吊死了 那么南非没这样做 南非这样 但是你一定得把 你做什么恶 说清楚 不能 刘少奇 最后死得那么惨 刘少奇就没事了 怎么会没事了呢 刘少奇事多了 对吧 就是 林彪也是这样 所以绝对不能用平反 来概括 林彪和他的结果 建国的时候 为什么选北平为首都 为什么改名 对 你肯定知道 北京是五代 五都 五代国都 就是金元明清 金元明清 四代国度 或者五代国度 对对对 这是古代史 烟金元明清 那么国民政府 是选在了南京 那么当时 他们是有想法 就说究竟选南京 还是选北京 后来呢 就是选了北京 我觉得这个里边 大的政治阴谋什么什么的 现在还没看出来 但是呢 有一点他 毛泽东喜欢 就是说东北啊 北方啊 他那个整个 在抗日战争什么时候 这个北方 他的势力其实更大 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就选了北京 北京从 从这个格局 什么他们来比较 是吧 并不比南京差 他因为经营了那么多年 经营了八百年 所以这个选择呢 看不出太大的政治背景来 就这么选了 本来要是 如果 如果这个政协 要是能够成功的话 毛泽东就是 就是跟蒋介石谈判 完了以后吧 回 回去 回到了那个延安 就生了一场大病 简直 你们看那毛泽东年谱 一段空白 一段空白 然后后来呢 等到他再病 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 政协已经 已经结束了 毛泽东特生气 就说 好了 咱们到 咱们都脱了军装 到政府去做官吧 学法国共产党 去做官吧 然后那时候 共产党选的是扬州 选的扬州作为 他们不知道怎么没放弃 反正共产党总部 然后离南京比较近 这个都是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 那个政治阴谋 什么背景 没有这个 对 对 老师 我问一下 因为刚才谈到林彪的事情 您提到刘少奇 我跟吕老师 我们谈过 就是共产党内有一些干部 很早就明白 这个毛泽东是要独裁 所以就顺着他来 有相当一批 刘少奇当然 从高华 那个红太阳是怎样 升起开始 刘少奇也是这么上来的 可是他到了 就大跃进之后 开七千人大会 他有点摆出来 这个架势 他跟毛泽东有平起平坐 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 他这个事情是 他自己没有搞清楚 毛泽东 理智随讲就讲他 他自己错掉了 他认为他可以 跟毛泽东平起平坐 在毛泽东看来不是这样 刘少奇到底 对这个事情的体会是什么 您有没有什么 看到材料是 他到底 因为他七千人大会摆出来是 我们都是同志来 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包括历史上要留名 死了这么多人 毛泽东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 大家肯定都知道有一句话 叫做半君如半虎 对吧 这讲的是皇帝 那么这个皇帝 如果真是一条老虎 真是一个 他怎么吃饭 怎么睡觉 吃什么 每天哪天起床 就没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可怕在哪呢 可怕你谁都摸不着他 他今天高兴了 他可能这样 明天他不高兴了 就这样 然后你一个小事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记仇 一记记他好几年 然后哗 他又有权力 啪就把你给 那个什么 这就是毛泽东 这就是毛泽东 所以呢 你不能说哪件事 你看他这样说了 那么毛泽东不是这样 什么什么 你看他一定是这么顺着下来 而且呢 一定要说 他是一个帝王 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时候他不高兴了 最后就完全在另外一个地方爆发了 这个 对吧 古代帝王不从来都是这样吗 那么 我觉得呢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他又是一个大谋略家 谁都玩不过他 这太可怕了 那么刘少奇呢 我自己觉得 刘少奇呢 应该说呢 比他 刘少奇从意识形态来讲 你只要看看他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凭什么 对不对 我凭什么 因为我大 每个人都要修养 然后克制自己的创造力 然后都要服从那个 个人服从集体 什么全党服从中央 这刘少奇就特别要做这件事 他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不具有平等自由 比如像美国的那些开国总统 那种人类的那些 没有 但是他是一个 很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呢 你说他是大野心家 也不能这么说 那么他呢 实际上他愿不愿意 但是他常常有的时候是对的 对的呢 别人打击他 排挤他 当然也不高兴 后来呢 就是1937年以后 毛泽东重用他 毛泽东重用他 他对毛泽东又有几分感恩戴德 又有几分呢 就是我要 毛泽东思想是他提的嘛 七大的时候 刘少奇就推毛泽东嘛 都是真诚的 都是真诚的 可是他都没想到 毛泽东反过来会这么狠地对他 我觉得 可是呢 跟毛泽东一块干那些坏事的时候 他一点也没觉得 我凭什么 对吧 他们那个良相啊 就是我是一个好宰相 我要辅佐你 就这个心态 就是这个心态 非常可怕 又打起了一个共产党的旗号 所以我觉得 就是研究领袖人物的时候 大家就常常容易抓住他一点啊 有时候 对一点不能改权 他们都是某 特别毛泽东谋略将 然后呢 这个刘少奇 是按照他的修养做的 是毛泽东忠实 他是毛泽东忠实的同志 同伴 共同作恶 这样的同伴 可是呢 他还没有像最冤的 最傻的 共产党两个人 一个高岗 一个罗瑞卿 就是两条狗 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又有点独立 所以毛泽东就这么整他 那个高岗和罗瑞卿 毛泽东跟他们玩玩 玩玩 狗啪一下 打你一下 没想到他们自己就自杀了 你知道吧 这就是不一样 刘少奇和高岗罗瑞卿不一样 但是也是属于 就是都是这个 这个高度纪律的 列宁的党 什么什么 就这个镜头的 那个 大老师您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现在我们那个 我们共产党就可以接受的 一个改革的速度问题 比如说就最近就看到那些 网上那些媒体有所放开 比如说对那些 比如说发生这种灾害 这种旷难 这些 报道力度比以前大了 还有一些互联网上 比如说那些事件 都曝光 还有处理的 比以前都觉得 有一点开放的迹象了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就比如说 我在那BBC上看到 最近那个知识分子 签署08县章这个问题 是属于一个比较温和的 一个提意见的一个方式 但是没有被接受 所以我想问一下 怎么样的一个改革的速度 是可以被我们的政党 所接受的 这个问题 谢谢您 这个改革呀 首先你这 就是说它到底要有一个 它有没有改革目标 它要把这个国家 带到什么路上去 然后咱们再说速度 是吧 如果呢 我们就说八十年代 我们以为共产党 希望中国变成一个 就是大家认可的现代国家 比如甚至于说民主国家 什么这样的 法治国家 现在根本一点一点系都没有了 现在他们走的路 往前走的路 实际上是把中国 基本上变成军事独裁的 权贵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就像南美那样的国家 像智利那样的国家 就这一类的国家 这类国家 你说他们的速度 他们现在就是来 集中资本的速度 他们当然希望越快越好 可是你提到的 你提到了一个现象 就是这个媒体 这个媒体可能讲 可以讲矿难了 可以讲什么 这个谁怎么样了 就好像比起五十年代 开放了一点 但是你看他有没有 他触及到最要害的问题的时候 他让不让你报 还有呢 现在就更高了手段 现在不仅仅是原来就是不让你报的问题 原来就是说三审的问题 现在是又出来了一批 这个媒体呀 开始跟那个资本运作 他看起来表面什么 报一个工人什么 实际上完全站在这个资本的这边 然后这资本给他们钱 给他们很多的钱 这样的事情都有了 所以呢 就是还有一个 就是说现在 因为中国是一个面对开放的世界 你和一些其他的观念的国家 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在某种做法上 你就再也不能说 无产阶级专政 一直叫那个什么 像当年镇反 肃反那样玩 你也玩不了了 可是呢 它在最核心的地方 是不让你触动的 这就是你看看 最近我提醒你 你可能没说学新闻的 不知道啊 那这样 我提醒你看两条 看两条 一条是最近刚发布一个 就是我们要新闻 要这个新闻的这个所有制 就是媒体的这个所有制 要转化了 这个就是大报 大的杂志 大的出版社 电台 电视台就是完全私有化了 记不记得这条新闻 你们注意了没有 哎呦 好多人就说 哎呀这不是很好吗 私有化了 对不起 你怎么不 新闻法怎么不出台呀 对不对 你这个出版法怎么不出台 什么法律制约都没有 什么民间监督都没有的情况下 不就分钱吗 就分财产呀 这表面看起来也是一个 哎呦 还有那个那个 那个美国人高兴的 我说你高兴什么呀 你怎么这你都看不出来呀 这是一个 再一个 你看 前两天 前两天昆明的一条消息 昆明不是 有一个大家如果上网 注意吧 有个叫躲猫猫 躲猫猫 对不对 躲猫猫 然后一个人 一个人都快结婚了 然后偷了两根木头 然后给抓起来 抓起来到监狱就死了 对不对 死了 后来警察说 他是被他的同奸犯打死的 他们玩躲猫猫来着 后来人家说 都要马上结婚 大小伙子堵什么猫猫啊 然后整个网上上万条坑贴 后来呢 后来有一个记者 新华社记者 前两个月还在当记者 刚被提拔为 昆明市宣传部 昆明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就说 好吧 你们网民 你们不是那个 不那什么吗 咱们组织一个 15个人的考察团 这15个人里 包括也不是怎么怎么着 有5个网民 咱们一起到监狱里去看 有没有可能躲猫猫 就死一人 然后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第一 前面几个呀 都是他们那个什么 警察多少人 什么人大的多少人 就是共产党可以控制的 有5个是网民 可是 这5个网民 怎么产生 这个程序 对吧 没有人问 随便抓几个 这个5个网民 他怎么可能知道 能够看透了 警察有没有在这里 在做什么 对不对 他没有 没有做调查 就田野调查的基本训练 更不知道 他可能从来也没做过监狱 什么都不知道 结果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5个网民 出来就蒙了 蒙了 就说 有一个人承认了说 不是躲猫猫 是那个什么猫抓老鼠 还是什么 总之另外一个游戏 帮就把他给打死了 但是你能不能看到 就是说 会不会有一个人 就说 你顶杠啊 顶杠 完了我让你立功 我给你减刑 这所有内部的事情 都不知道 但是 我想说的是 年轻的 不到40岁的 共产党官员 他们有了新的手段 有了新的手段 所以我们呢 就是 现在就看这个 就说 就让权嘛 所谓的 中国最大问题 就是专制 专制就是让权 让权 你让的什么 我把球星影星 什么权 什么 这个 时装 都给你让出来 爱怎么说怎么说 但是 最关键的 新闻我让不让 对不对 什么事发生了 真事 让不让 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解释 这个文川地震 那个 那个怎么回事 温家宝怎么立刻就到了 胡锦涛哪去了 为什么那个 那个校长出现了 再也没有 在这之前 这个 就这些最根本的 就不让你报 但是 哇 大家去了 怎么抬 抬人呢 就这个就开放了 你要看 它开放的什么 第二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有没有立法 有没有立法 每次他们说 这个那 我老说 你怎么不立法呀 怎么不立法 这个新闻法的讨论 一家两家三家 包括那个 新闻出版总署 也出场了 讨论的都 都快四十年了 也不敢出 也不敢出台 最后要分 要分 分账 分那个国有财产了 也不出台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就是 今天他们被逼到 好像比较开放的 这个 这个样子 我本人 我一点都不敢乐观 还是权力 还是在 还是集中的 还是在 现在新的 他们可能又说 不叫共产党了 但是还是一个集权国家 因为戴老师 还要赶回广州 事前的关系 所以我们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也谢谢戴老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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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